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就举了一个真实事例 来验证一下他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利 咱们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他说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 这是整个句子主观的主语 后面这个living in a Swedish village 是一个非位语动词当后制定语 住在一个瑞典村庄里的一个外国人 也住在瑞典一个村子里的外国人 怎么样呢 wrote to the ombudsman 这是句子主观的位语动词 就是给这个 ombudsman写了一封信 wrote to somebody 就是write a letter to 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从complaining开始到句末 这明显是个非位语动词 那么你可以看作是做写一封信 做信的定语 修饰一个信的内容也行 或者看作是当作伴随众也行 写信的同时是抱怨 这个也可以 抱怨什么呢 后面那个写的字 that开始到句末 明显是逼于从句了 抱怨说 he had been ill-treated by the police 他遭到了警方的虐待 这个ill-treated 是动词叫被虐待 是虐待的意思 被虐待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原因状语 只不过因为呢 他是个外国人 在受到虐待 这个里边 首先看一个 第一个 就我们刚才看到write to write to somebody 等于write a letter to somebody 就向某人来写一封信 这个不是向他写 就是写一封信 这个a letter 一般怎么就不说了 就写信的意思 然后呢 在信中 他抱怨说 抱怨说什么呢 他遭到了警方的虐待 这个虐待叫ill-treat 什么叫ill-treat呢 就是to treat somebody in a cruel or unkind way 或者直接用动词abuse 就行了 就是虐待 就是用一种残忍的 或者非常不善良的方式 来对待某人 我直接向他动词abuse 就虐待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也通过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ill-treat when stuck 虐待某人的狗 这是极无动词了 还有呢 they thought Mr. Smith had been ill-treating his wife 他们认为 史密斯先生呢 一直以来都在虐待他的妻子 这是极无动词 那同样的 我们用非为动词 当形容词来用也行 就是向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 ill-treated animals 就是受虐待的动物 就是被虐待了 过去分词 当然形容词来用 这个也行 叫ill-treat 这个里面有规律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ill 大家注意这个ill 不是形容词 这是一个副词 李老师以前说过 ill当副词来用相当 badly 它是个副词 而且经常用于构成一些复合形容词 用ill用的多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ill-bred 叫做没有良好教养的 缺少家教的 这么一个 它来自于服裕 b-r-e-e-d breed 过去分词的bread 没有受到良好服裕的 就没有教养的 还有ill-advised 叫不明智的 就是没有被给予好的建议的 叫不明智 还有像ill-mannered 像没有礼貌的 对别人没礼貌的 ill-mannered 这个ill在这都是负词 badly 它的反义词经常构成复合形容词的呢 就是负词well well-bred 叫做有家教的 有良好教养的 再比如说well-advised 叫做很明智的 做事里很明智 就被给予了好的建议 还有像ill-well-informed 叫消息灵通的 消息灵通的 还有像well-intentioned 叫做动机很好的 目的很好的 这是ill和well 这两个是一对 注意都是负词 ill做负词相当badly 就好了 这里呢 是受到了警方的虐待 只不过是因为呢 他是个外国人 只不过是因为 simply because 相当于咱们第四课讲过的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simply because 相当于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只不过是因为什么 跟这个类似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先复习第四课 二十六页第二行到第四 二十六页第二到第四 他说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经常被称为叫白领工人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a current time to go to work 只不过是因为呢 他们穿戴着这个白色的领子和领带 去工作 这是只不过因为 第四课 这个双重生活 再比如说我们复习第四十六课 就是二百一十二页 第二十七到二十八号 二百一十二页的二十七到二十八号 I was not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machine still refused to work after I had reassembled it 就是我发现呢 这个机器在我重新装配好以后 依然拒绝工作 我一点也没感到奇怪 没觉得惊讶 为什么呢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只不过是因为 I was left with several curiously shaped based metal which did not seem to fit anywhere 因为还剩下几个奇形怪状的金属块 这零部件 哪里也装不进去 一点也不奇怪 for the simple reason 只不过是因为 那么以后呢 我们这两个版本都行 simply because 这是跟从句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意思是一样的 大家记住这个because 这个联词前面经常加的一些副词的一些修饰 simply because 用的很多 叫只不过是因为 还有另外两个 建议大家同时背起来 第二个叫partly because 部分是因为什么 还有一个叫mainly because 主要是因为什么 这三个副词 跟because搭配是最常见的 最常用的 咱们同样的看一些例子 many exam candidates lose marks simply because they do not read the questions 有一些呢 参加考试的人 这个candidate 在这不是这个 这个其他含义 在这翻译成 参加考试的人或考生就好了 在这呢 并不是表示什么 什么什么参与者候选人 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参加考试的人 考生 很多考生呢 丢分了 只不过是因为呢 他们读题不大 就阅读题目是并不适当 阅读问题时 没有这个恰当去阅读罢了 只不过是因为 simply because 只不过因为 再看例子 I decided to go with them Intelligent 这个修布特这个人呢 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 这个恐惧 就从来不害怕 这呢 部分是因为呢 他有点缺心眼 不是特别聪明 并不是他胆子大 而是这个人缺心眼啥 partly because 这部分是因为 你看这个三个父子 经常跟 联系because 联用 咱们顺便把它记住 背下来 写作中 就可以用了 好 看第二句话 the ombudsman immediately wrote to the chief of police in the district asking him to send a record of the case 那么我们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the ombudsman立刻呢就给这个警察局长写了封信 还是用write to somebody the chief of police叫警察局长 然后in the district是个后置正语 就是这个地区的警察局长 然后呢asking him 让他干嘛呢 to send a record 来记一个 来记来一个 是什么呢 这个案件或这个案子的 他的档案 他的记录 这个里边 这个asking him to send a record of the case 那么你可以看到是这个修饰 动词write to 给他写信干嘛呢 目的是让他来记一个 这个案件的一份记录 这里面有一个词注意 就是chief of police 就是某一个城市的警察局长 咱们看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chief of police呢 the most senior police officer in a city 在一个城市里面 地位最高的这么一个警察 那么他干嘛呢 who is in charge of all the police there 他来负责这里所有的警察 就是某个城市的警察局长 就是chief of police 这里面这个c和p要打写的 然后呢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record to show that the foreigner's complaints was justified and the chief of police strongly denied the acquisition 我们一样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分析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record in the record是第一个后制定语 就是在记录中 没有任何事情 在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to show that the foreigner's complaints was justified 可以看作依然是后制定语 来修饰前面这个nothing 就是来表明 是什么呢 我们黄颜色的可以看作 冰玉松句 表明这个外国人的这个投诉呢 是合理的 这个没有任何在记录中 没有任何东西呢 能够表明这个外国人的投诉是合理的 当然这个in the record 你不能看作是地点中文也行 就在这个记录之中 没有任何能表明他的投诉是合理的这个内容 and 引出并内去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这位警察局长强烈的否认 这个指责 这个指控 这个deny是否认 acquisition 叫指责或指控 他经常跟这个deny这个词搭配 叫否认 这个对某人的指责或指控 除了用名词acquisition 也可用名词charge deny an acquisition 或deny a charge 否认一个指责或否认一项指控 这个acquisition和charge动词形式呢 acquisition是动词accused charge呢动词还是charge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指责某人或者指控一文某事 而控告某人 这两个动词是同一词 accused somebody of something then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都可以表示指责或者指控都行 它的名词形式分别是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名词 acquisition charge 动词名词不变 这是否认这个指责 而警察就讲是绝对没有这件事 他强烈否认这个指责 strongly是强烈的 然后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ombudsman to take action but when he received a similar complaint from another foreigner in the same village he immediately send one of his lawyers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这句话不难 咱们看看语法成功的分析就好了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ombudsman to take action 前面这个it还是行事主语 这固定搭配 it is impossible for someone to do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不可能的 那么后面这个to take action 动词不定是真正主语 叫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记录没有任何布朗记录嘛 人家领导还不承认 你没法采取行动 但是but but引出第二个病毒局 第二个病毒局前面先签讨一个十年状益总局 当他就是ombudsman了 那么收到了一个类似的投诉 来自于另外一个外国人的类似的投诉 在那在同一个村庄里的投诉的话 他怎么样呢 他立刻呢 就是派了他的一个律师来去调查这件事 他问了他的律师 他不是有几个律师做助手吗 派了一个律师 然后后面to do to invest in a matter 那是目的状遇了 派他去调查这个事情 The lawyer ascertained that a policeman had indeed dealt roughly with foreigners on several occasions 这个律师啊 他确认 或者是他发现 这个有一个警察 比比确确呢 是比较粗鲁的 这个在好几个场合 对待这个外国人 这个里边 occasion是跟on搭配 或者upon搭配 这个没什么说的 是在某个场合 这个简单 这里面关键看一看这个deal with 这个deal with 大家最熟悉的是表示 应付 处理 解决 这个在咱们第七课就讲过了 但本文中呢 是个书面语 叫对待某人 那deal with 表示对待的时候 一般是跟一些副词搭配 表示如何对待 这个deal with 表示对待某人 是一个文言的书面语来 你看比如说 deal well with somebody 或deal badly with somebody 它表示 treat somebody well或 badly 对某人好 会对某人坏 对某人怎么样对待 那就用副词来修饰就好了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借词with 也可以或者去spy deal by somebody也行 但无论是deal with 还是deal by 表示这个对待某人 第一 一般都跟副词连用 第二一个 它是书面语 记住是书面语就好了 咱们同样多看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 比如说 he has always dealt well by me 他总是呢 对我很好 对某人很好 这个deal不跟总统词 一般过得是过去分词 叫doubt就好了 他总是对我很好 再比如说 you've been badly dealt with 那么你受到了不好的对待 就你受到了虐待 可以这么说 这是对某人不好 还有呢 the police dealt roughly with the rioters 这个本文中类似 deal roughly with 就对某人很粗鲁 这些警方对这些暴乱的人 非常粗鲁 就是他可能很不客气 动作很大 然后说话很凶 对某人很粗鲁 roughly就粗鲁地粗暴的 这个riot riot本来叫暴动或暴乱 writer呢 就暴动的人 暴乱的人 警方对他们很粗鲁 再比如说 he deals fairly with all people 他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叫对某人怎么怎么样 这公平的呀 也是跟腐词连用 再看一个复杂一点的 I consider he has been dealt with leniently 我认为怎么样呢 我认为他受到了慈善的对待 那么这个仁慈的 善良的叫lenient 副词叫leniently 他受到了慈善的对待 仁慈的对待 就是别人并没有打他 这个人做了很缺德的事 别人对他还是很仁慈 这是用被动 be dealt with 还是跟副词连用 leniently 注意这是对某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本文中呢 就翻译成了 这个律师他确认了 或者他确实这个确定了 查明了 有一个警察的确对外国人很粗鲁 对他很粗鲁吗 在好几个场合之下 对外国人粗鲁 好 下面进一步说 The fact that the policeman was prejudiced against foreigners could not be recorded in the official files 这个句子也是单词简单 咱们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The fact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后面这个NAD引导的这黄颜色的句子 明显是同位于从句了 就是这个事实 就是这个警察对外国人有偏见 be prejudiced against 咱们讲固定搭配 这个事实 整个的主语加同位于从句都结束了 整个是一个主语 然后怎么样呢 不可能记录在官方的档案里面 这个file是文件或文档或档案 这个事不会记录在官方文件的 后面进一步说 It was only possible for the ombudsman to find this out by sending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s to check the facts 咱们还是看看语法分析就好了 It was only possible for the ombudsman to do something 又是咱们看的老搭配 It is possible for something to do 对某人来说做某事是可能的 那么it依然是行事主语 什么是可能的呢 还依然是动词不定试 从to开始到句末 就是通过派遣他的一个代表 去核实查这些数据 这些事实才能够发现这个事情 这是对这个 ombudsman来说是可能的 就是这么做是可能的 就是他必须得派人去查这个事 这个就是如果要是不派人去调查的话 是不可能发现的 他必须派人去调查 因为官方档里没有 就这个意思 好 后面说 The policeman in question was severely reprimanded and was informed that if any further complaints were lodged against him he would be prosecuted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来看看语法分析 这个the policeman这个警察 in question就当时的正在讨论的这个警察 这个in question固定搭配 就正在讨论的 谈到的提到的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警察 就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和讲解 怎么样呢 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be severely reprimanded 咱们讲过 repermanded就是上级批评下级 严厉的叫severly 然后轻柔的呢 用gently就好了 对吧 好 并且暗暗地引出病的去 并且呢 被告知 be informed informed搭配是 inform somebody of something be informed 但这个off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that从句前是不能加剂词的 所以咱不能说 be informed of that 这个不行 这个off被去掉了 被通知什么呢 that是避欲从句 避欲从句就是先套一个条件状态从句 如果 如果任何进一步的这个投诉 被提出 为什么投诉他呗 咱们刚才讲过 搭配叫lodge a complaint against somebody 这种被动的吧 就有人继续来投诉他的话 怎么样呢 他将被起诉 prosecute是提起公诉 要控告他 就他呢 恐怕要被这个 这个法庭上去见了 他将被公诉 被起诉的意思 那么咱们第一个先看 两个固定搭配叫in question 什么叫in question呢 就being discussed 就是正在被讨论的这个嘛 就是提到的或者谈到的 在这可以分成当事的 这个当事的这个警察 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警察 提到的谈到的 这个例子特别多 咱们简单看两个例句 体会下这个in question的用法 比如说 the woman in question is sitting over there 我们正在说的那个女人呢 她就坐在那边 in question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人呢 就我们正提到的这个女的 不就坐在那了吗 坐在那 in question 正在谈到的 提到的这个人 再比如说 the job in question is available for three months only 就是我们正在提到的这个工作呀 现在仅仅三个月之内呢 能够得到 过了三个月之后 恐怕人这个就有人来做这个事了 三个月之内是有机会 得到这个工作的 就我们正在讨论的 提到的这个工作 当事的这个人可以用它 本文中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警察怎么样呢 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并且被告知 如果进一步的 有人向他来投诉的话 再复习下这个搭配 叫large un complained against somebody 本文中用被动了吗 就是有人向他投诉 他被投诉嘛 投诉的是他against him 就好了 还是这个固定搭配 他将被起诉 检举起诉 对某人提起公诉 就正式的在法庭上控告 用这个动词 我们大声再读下 prosecute prosecute 叫起诉 提起控告 比如说 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这老板们的信息策里有 什么意思呢 闲人免禁 为者必救 这个trespasser 表示非法进入别人家领地的人 这个动词 非法进入别人领土 叫trespass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名词 trespasser trespasser 非法进入的人 必将被起诉 这本身是个warning sign 一般在某人的地里边 或篱笆墙旁边 立着一个大牌子 上面写的就是 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就类似于中文的 闲人免禁 为者必救 你要非法进入者 必将被起诉 就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在商店里会有这么一个警告牌子 shoplifters will be prosecuted shoplifter 就是在商店里顺手牵羊 偷东西的人 就此处 盗窃 必将被起诉 为者必救 禁止盗窃 为者必救 这个意思 这个prosecute 就正式的提起控诉 就要控告他 就如果再有人投诉的话 那恐怕就不是批评了 要把你这个背起来了 恐怕要在法庭上 要对你进行宣判 就这个 好 最后句话 The ombudsman's prompt action at once put an end to an unpleasant practice which might have gone unnoticed 这个还是看个语法成文分析 这个 ombudsman 就是这个人 他怎么样 prompt 即时的 迅速的 不耽搁 这个在14个就讲过 这个 ombudsman 他迅速的这个行动 立刻终止了这么一个 不愉快的做法 这个 put an end to 叫始结束 就终结 彻底结束了 再也不发生了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个搭配 an pleasant 就令人不愉快 practice 某种习惯性的做法 这个在第二个三课咱们讲过 某种做法 习惯性的做法 abed practice 就不正之风 就是这个做法 就对外国人不友好 这个做法 粗度的对待他们 那么这个做法怎么样呢 在他对于从去修饰这个 an pleasant practice 怎么样 他可能啊 就这样不为人质的过去了 这个 might have gone 是虚拟器 是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要是 ombudsman 他没有做出及时的行动的话 可能就这样不为人质过去了 他跟过去事实是相反的 那么 if 从句中呢 可以用过去完成式 have done 主句中呢 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 have done 这个形式 在这是一个虚拟器 只不过那 if 从去被省略了 就如果他没有这个即时行动的话 那么可能就这样 不为人质过去了 不为人质过去了 go unnoticed 是咱们讲过的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好 大致地语法成分看到这 首先我们看看词法 就第一个先看看 使彻底结束 使终结 终止 或者彻底废止 叫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有的时候可以把 put on a brain brain an end to something 叫 stop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anymore 时某个事再也不发生了 或者 abolish something 彻底的废除或废止 彻底不可能再发生了 叫 put an end 我们一样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th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put an end to terrorism 政府下定决心 要终止恐怖主义行为 就是让它再也不发生了 彻底再不发生 彻底停止了 再比如说 It's hoped the talks may bring an end to the violence It hoped 就这个事情被希望 咱们中文翻译人们希望了 人们希望怎么样 这些会谈可以怎么呢 终止暴力行为 终止 就始终结了 再也不发生了 这是本文中 本文中就是终止了一个 不愉快的做法 practice说了 就习惯性的做法了 不是练习 就做法 这做法怎么样 可能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这个在咱们45课讲过 go unnoticed 或者pass unnoticed 叫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作为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这个unnoticed 其实是个过去分词当形容词来用 可以看作做逐语不足语 这个事情走或经过的时候 是没有被注意到的 其实在这 严格来说是逐语不足语 unnoticed 是个形容词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the event went unnoticed 这件事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大家都没有被注意到 你看unnoted就是逐语 event 他走过的时候没有被注意到 就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her death passed unnoticed 他的死就这样不为人知过去了 谁也不知道 这个人就死了 悄无声息的就死掉了 就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复习45课 在208页第13到第14行 208页的13到第14行 他说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the fact would have passed unnoticed 如果他们当时仅仅又多生了一个孩子 没有生五个五胞胎的话 这个事可能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大家注意到这里边 是标准的对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了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if从句用到过去 完全是had第一个住动词 第二个是十一动词 主题中呢 would加have them 但事情没有过去 跟过去是相反 而本文中呢 也是一个虚拟器 只不过呢 他的if从句被省略了 如果写全了呢 写全了是这样的 你看是不是相当于 which might have gone unnoticed if 相当于省略这个从句 if there had not been the ombudsman's prompt action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ombudsman 他迅速的这个行动的话 可能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但是他是有这个行动的 所以跟事实相反 如果补充全的if从句里面 过去完整时 主句中 就是这个从句所在的这个从句的主干了 用might加have them 当might或者would could should也行 那么但是呢 这有上下文了 这个从句 if从句就被省略了 如果没有的话 前面这个ombudsman's prompt action 已经有了吧 后面再说从句的 就废话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假设的是什么 第五十三课也是重点的文章 尤其在第二段里重点搭配比较多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这个书几个老师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